新竹有一名林姓男子他接到電話 這是詐騙集團打來電話告訴他 兒子現在如果不還錢的話 就會被斷手斷腳 由於這名父親他戶子心切 沒有經過查證就趕到銀行去領錢 想不到現在詐騙集團居然還有新招 他們告訴民眾說這領錢是為了要買車 幸好警方及時阻止 今日又傳出新型態詐騙手法 台營新竹分行十四號關門前 有民眾神色慌張快步走到櫃台前 說要解除定存一領就是一百萬 一邊講手機口中還念念有詞 原警察覺到不對勁立刻上前關心 一開始還不顧警方的勸阻 執意要領錢 經過警方不斷勸說 林姓民眾終於說出接到腳頭電話 表示他的兒子積欠高達兩百五十萬元的債務 不還錢就要讓他的兒子斷手斷腳 明星民眾一聽到兒子被綁 嚇都嚇壞了 你那麼多錢是要做什麼 本來是買車子 在家裡有接到什麼電話是嗎 對 差點陪上積蓄 血本無歸詐騙集團的計畫周翔 要求受騙民眾說領一百萬是為了要買車 才不會讓銀行辦事員起疑 沒想到還是被誓破 警方也將持續追查幕後詐騙集團 記者炎日龍夏浩元新竹採訪報導